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上一下第三节课 今天的课是关于artboard,也就是画板的使用 之前我就说过Sketch的画板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如果大家用过Illustrator的话 就知道画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基本上它是一个定义你所有图层图像边缘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要定义边缘呢 这个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界面以及medium的使用 当然是要确定边缘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Sketch的界面 如果我现在画一个shape 如果我画一个长方形的图形 假设这是一个图形 当你command加或者command减就是放大缩小 这个快捷键都是一样的 当你无限放大或者无限缩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中间摆的这一块canvas是没有边境没有定义的 它可以无限缩小 那么画板就是一个帮它定义边界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点击insert 然后这个快捷键是command A 你可以看到鼠标就变成了十字光标形 然后你左键按住往右拖 可以看到这个artboard的一个大小 那它都是以像素作为单位的 放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画板就已经定义完毕 这是一个非常随机的尺寸 我们zooming可以看到它就是给这样一个canvas 但是这个因为它全部都是像素级整数的所以不用担心小数点 假设我现在还要再画一个artboard 我们来第二个artboard我画一个瘦长型的 放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另外一个artboard 这是另外一个canvas和另外一个界面了 所以导出的时候这两个是分开的东西 那我们之后那节课会讲这个artboard导出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我这个图形当我从这个边境拖出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在artboard里面的时候 你才可以这一部分才看到的 所有超出外面的地方全部都是不可视的 也就是当你的图形超越artboard的边境的时候 它是无法导出的 它是切掉的 现在在artboard这个shape 现在在artboard1 当我拖到右边的手 大家可以看到它自动调整到了artboard2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的page 一个图层分布 刚才是在artboard1 现在在artboard2 我现在再拖回去 它又跑到了artboard1 所以说它只是这个图层 它是会依附于这个artboard 所有的边境都在这个artboard1里面 它就一定是在这个图层里面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那个图层的上下或者前后分布 但是当我往右拽的时候 发现两个artboard并不能分享同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依然会留在刚才所在的artboard 那我假设现在我把图层推到artboard2 那我在往回推的时候 图层依然是留在artboard 那个超出的地方它是不可视的 所以这个大家在绘图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这种artboard都是手绘的 不说手绘都是手动来调尺寸的 其实跟illustrator没有特别特别大的 就是有优势的地方吧 那这里最强大的是什么呢 大家把artboard点开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栏有iOS device responsive website 就是responsive website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流动性的网站 就是它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界面大小 它是可以fluid material design 这个是安卓系统 icon就是iOS的一个图标 android icon 各种指标 mac icon 现在还有tv和paper paper是指纸张大小 这边美国尺寸的纸张 tv的话是新出来的 因为apple tv 所以它也是非常更新的非常快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先来用一个iPhone 6 我们可以把这个artboard 尺寸变小 方便对比 这个是iPhone 6 我们大家zoom in看一下 iPhone 6 375乘以667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尺寸是指弯差 是指一倍的分辨率 但是6s的尺寸是retna display 也就是说它们是不一样的显示屏 因为苹果的话它是retna display retna display的话你要乘以2 导出的时候要乘以2 这个我们在导出的时候会另外说 但是当你制作的时候 你还是要制作1x 我这里写一下 1x 这个尺寸是1x 也就是宽是375pixel 高是667 这个是iPhone 6的一个比例 这个是sketch里就有的 你不需要担心 那我们如果要做6 plus呢 你就再点一下6 plus 好这个是6 plus的比例 6 plus 6 plus这里的制作也是一个x 也是一个x 但是你导出的时候6 plus你要导出三个x 因为6 plus的屏幕的density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制作的时候就知道 因为你画的时候画一个x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图标是24乘以24 你就做24乘以24 你不是要去做48乘以48或者96乘以96 但是你导出的时候可以根据24这个基准 然后往外导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sketch方便的原因 你只要做一个像素的图层 然后导的时候你可以导123的一个x的一个assets 这样子你就不需要重新画 这个是非常非常便捷的 但是这个二波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对比不同的iPhone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软件的时候 我在iPhone 6上面的导航这样画 那我6 plus更宽一些 我的导航怎么处理 然后我除了考虑6 plus 我也许还有Apple Watch Apple Watch要做 对不对 这个是Apple Watch的一个template 一个模板 一个画板的尺寸 然后我们还有iPad portrait 这个是iPad的尺寸 你的App在iPad上看到什么样子 iPad有两种 除了竖过来的还有横过来的 横过来的叫landscape 对不对 然后还其实还有更多 现在还有iPad Pro iPad Pro更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根据不同的iPhone iOS的一个系列 当你做一个界面的时候 你需要有那么多的界面 去横向比较 这个是非常头疼的 也就是说你设计的时候 不光只设计一个界面 你必须得设计很多个 不同比例 不同proportion的一个界面 这个的话我之后会给大家模板 大家慢慢描着画 练习就可以了 但是概念先知道一下 那除了一般我们连5都要画 就是从5、6开始 我们先把这个二波可以 这些都是可以随机的移掉的 那我们假设从5开始画 其实有些软件的话 也有人在做4 就是iPhone 4 但是iPhone 4跟iPhone 5的比例是 宽是一样的 只是更短一些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iPhone 5、5S、5C都是一样的 iPhone 4的话就是短一些而已 320乘以460短一些 但是其他没有差别 所以大家在设计软件的时候 要考虑到从5、4 也许要考虑个4、5、6、6S 然后再加上iPad Portrait iPad Landscape 如果你考究一点的话 你有可能还要做iPad Pro 所以这些iPad Pro之后 还有一个是 大家再点击看 iPad Pro Landscape Landscape在这里 所以想象一下 当你在设计 比如说一个主界面 Home界面的时候 你要设计 1、2、3、4、5、6、7 至少7个页面的样子 那这个是Visual Designer 所需要最必备的一个设计基础 随着更 就是现在的device越来越多 如果将来出了一个7或者是7plus 又出了一个5什么的 听说今年可能还会继续出6什么 不往上跑了 当然7还是会出 但是它会出一个6的另外一个系列 那大家尽情期待吧 那这样的话又等于又多一个屏幕 所以每次多一个设备 就把设计师搞死嘛 对不对 但是Sketch的话 它已经帮你既定了这些数值 你就不需要去太担心 算这些宽和高 你只要在里面设计就行了 所以相对来说是便捷很多 这些都是default设置的嘛 所以非常方便 你只要往上放东西 放你的那个按钮就行了 其他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但是当你导出的时候 你必须导出三套 因为苹果不同的手机 它的屏幕质量和分辨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导出三套 从1X一直到3X 那基本上从6 plus以上 全部都是3X的retna display retna display中文叫 retna是红膜的意思 是红膜显示器吗 反正它那个屏幕就是 分辨率非常高非常细 所以导出的时候 3X都是适用于6X 6 plus以上的 全部都是3X 5S是2倍的 2X 只有4 iPhone 4到现在才用的是1X 所以1X用的地方非常少 基本上越新的设备 它基本上用的retna display 是越来越高的 分辨率是越来越高 只会越来越高 不会越来越低 所以基本上今天 我们就讲了这个Airboard 这个只是iOS 如果大家继续往下点的话 我们还有安卓系统 安卓的话一样 大家从mobile开始 安卓的好处就是 它分手机和平板电脑 手机就两种 横的和竖的 非常简单 然后平板的话 它有7寸和9寸的 横的和竖的 然后它还有台机 所以相对来说 比iPhone应该也差不了 多少竖枝吧 我们看一下 到底比一下 苹果和那个安卓 到底谁屏幕做得多 在右边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们再看desktop 还有两个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9寸的 现在应该也有10寸的 这是desktop 这个是landscape 因为安卓也有电脑 大家知道吗 有个叫pixel的一个电脑 最早以前出的是pixel 后来现在叫pixel c 那台电脑非常 非常不错 如果你是安卓用户的话 我也建议你把玩一下 然后它的屏幕是触屏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安卓的话要做 12345678 8个 1234567 苹果的话 如果手表不算 是做7个 安卓的话 是做8个 界面这样 这个界面是指同一个软件 同一个 比如说主页面 home page 在这8个不同的设备上 都要画 所以设计师的工作量 还是挺大的 当然你不是说 所有的都要 全部都一样重新画 很多元素 它的大小 还是 比如说按钮啊 什么button什么 还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在背景的 空的地方之类的 那些space空间 留白会不一样 如果说留白 大家听得懂的话 那基本上 今天就讲了这个 Airboard 它其实 Airboard还非常强大 它还有iPhone的手表 还有就是 如果你要做icon的话 它从58的setting 到180都有 然后还安卓的icon 然后还有 现在还有TV 就像我刚刚说的 电视上的那些icon 它这些全部都preset都有 这个表会越来越长 随着设备的添置 它会一直更新 所以为什么我还是强调 大家希望用正版 然后知道这些更新的内容 Airboard旁边都有标注着 这些像素尺寸是多少 所以你设计师经常看的话 也会帮助你得到那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在iOS icon的时候 它setting的地方 设置的地方的icon是最小的 iPhone的那个icon是最大的 58像素一直到180 Android也是 它有你要导的话 要导六套尺寸 所以还是非常酷的 其中五套是给手机用的 第六套最大的是给Play Store 就是它那个Google的那个 My App的那个Play Store 需要的 就像iOS iPhone的话 有Apple Store Apple Store也需要 所以这个是你当你上传一个 一个App 然后你要发布的时候 它们需要一个打广告的一个App 一个icon的大小 这个可以是启动的icon 然后Mac的话 有各种不一样的尺寸 所以这个Airboard 好好研究的话 是可以非常优化我们工作时间的 基本上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下节课我们再另外讲导出吧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